網路上充滿各種迷因的梗圖 沒想到竟然還能當作考題呢 新竹女中就有一名高三國文科的出題老師 出給學生一張長頸鹿為獅子作畫的考題 來看看這個到底什麼意思呢 要學生說明這個圖片裡面隱含的寓意 那圖片PO到網路上之後 不少網友就質疑 老師是不是在偷開車呢 一隻長頸鹿在幫獅子畫畫 請同學們解讀其中寓意傳述看法 同學們答得好 這是新竹女中高三的國文考題 出題老師採用日本畫家 兩年前PO在臉書的圖片 只是長頸鹿脖子太長 從上往下俯看 視角局看得到獅子的背部 頭部以及茂密的棕毛 所以長頸鹿畫出的成品 似乎有點乖乖的 題目被PO上網網友瞬間歪樓 合理懷疑出題老師偷開車 網路上更掀起一波熱議 當考生看到題目的圖案 會影響到考生作答的判斷 網友說會想歪樓 大家的心態不一樣 這是大家的問題 這圖像的確是讓人家容易想路非非 可是剛好可以趁這個機會 可以教育小孩子說 以後遇到所謂的人事物 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想 也許會有不同的想法跟結果 學生和家長都覺得題目很有趣 其他學校的老師也覺得出題者別具巧思 他的角度可能是希望大家 從不同的角度 可能大家看到的一個風景或是重點會有所不同 他們就是校風應該讓學生 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聯想 學生考題白白種有的讓人會心一笑 有的讓人滿臉問號 羽球拍售價50元 小美覺得太貴 沒有買那他還需要付多少錢 沒頭沒尾 毫無邏輯實在讓學生不知道該怎麼作答 老師出題考學生 題目不再只是八股文 而是希望學生腦力激盪更發揮想像力 也難怪有時候會出現意想不到的題目 記者從小船也日龍細竹報導